6月1日,父亲节将军,有媒体报道,一家孝顺的谢秦峰,为谢贤选购了一套海景房作为父亲节礼物,而这套海景房价值港币8500万,折合人民币7000万左右。 而这套海景房价钱的设计,在屋内面积还算挺大的,而根据媒体爆料的资料显示,这套房的一售买家,名为谢家喻,和谢贤的本名相同,也有记者向谢霆锋的经纪人霍温馨寻询这套房,是不是谢霆锋送给谢贤的。 霍文西表示自己不会说 但这套房诗诚诗都是谢霆锋送给爸爸的 可以说相当过去啊 而谢霆锋依向都十分孝顺 前几年还买了500万左右的劳斯莱斯送给谢贤 此外早在2011年的时候 就有消息说谢霆锋给谢贤买了千万本水好房 出手那是相当的大方 谢贤与谢霆锋的妈妈离婚了很久 两人分开之后 谢贤找了一个比自己小好几十岁的女朋友高考 这边儿子给她又是买房又是买车 谢贤对自己的女儿那也是相当的大方 此前有传谢霆锋为谢贤买的风水好房 就是为谢贤和高考住的爱潮 而谢贤本人也经常为高考买豪车 曾经豪至百万购买了一台宝石结送给了高考以表阿姨 而两人虽然相差了四十多岁 但依旧十分恩爱 曾经多次被媒体爱到了当街亲密 毫不避讳 只剩二人虽然相处多年 也都得到了家人的认可 但却一直迟迟没有结婚 有一种说法是 谢贤担心自己百年之后 口口不好找到爱她的男人 但两人已经在一起了十年之久 口口把最好的青春都给了谢贤 也得到了谢贤的爱与回报 又何必再考虑百年之后的事情呢 不过谢贤担心一家自然还都是出手大发 都折千万的礼物想送就送呀 贤担心一家自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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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过